晚安後座案件 台市晚間新聞 我是一如 馬路上的驚險一瞬間 桃園有名男子騎機車鬼切 害得後方有兩台機車閃避不及 先後撞上 三個人擦錯傷 送醫救治 一名男子騎車剛起步 就向左斜切 後方女騎士閃避不及 迎頭撞上 車禍之突然 後方機車急握 煞車還摩擦起煙 但根本閃不掉 三車追撞在一團 再彈撞開來嚇壞眾人 常常有發生車禍 這邊又是三不管地帶 這邊屬於陽梅 對面屬於中立 下面屬於那個大輪 現在是投車管理 事發地點在桃園中立的 民族路五段 當地居民表示 這裡違規的人很多 常有車禍發生 而17號這麼一撞 三人多處擦錯傷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鏡頭轉到花蓮光復箱 兩台白色轎車 疑似絲毫沒減速 再三叉路口對撞 瞬間車殼零件四散 其中一台車還向前滑行 撞到電桿才停下 造成一死一傷的悲劇 第一名重傷男駕駛 經救護人員 給予警圈及常備版固定 將患者自駕駛座搬運上救護車 事發在27號凌晨5點多 經警方調查 雙方雖然沒有酒駕 但重傷不治的84歲老翁 從來沒有考過駕照 這一對撞造成 無法挽回的死傷悲劇 記者桃園花蓮綜合報導 最高部的目標